你们干嘛 快 去这儿找 走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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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儿 快来 走 别走 芳芳姐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叫得挺大声啊 情况紧急吗 你 下次你自己先跑 再叫人来 懂吗 没有下次 你怎么样 先报警还是先去医院 不用报警了 我自己处理 那你的伤 谢谢啊 我来了 不用 我帮你 又一个经典桥段 大可成功 因为 terrorism kins 厉害 臭臭 第八个封策 这些停 我轻点 你好像还在笑 没有没有 你是我上司 你受伤我担心还来不及呢 当然了 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陆总监 我想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请我吃饭呀 没什么 我是觉得你加班太累了 想问问一下下属 没事 我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吧 怎么了 行了 天不早了 赶紧回家吧 陆总监 你真的没有什么 要跟我说的了吗 今天不想说 改天吧 现在就是机会啊 我走了 陆总监 你不说也没关系 换我来说就好了 我就知道 没有努力过的感情 不会那么容易成功的 小说里都这么写 陆总监 我喜欢你 你能不能当我男朋友啊 你也不用现在回答我的 我先回去了 是不是该叫住我了 怎么还不叫啊 快叫啊 好啊 真的 真的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天哪 我懂未来 太多不确定 我只能确定你就是唯一 不怕走散在人海里 因为我真的走心 爱着你 亲爱的我 我对你是三心爱意 听自信 绝对不是三心爱意 你看 一杯擦药啊 爱的有幸福出珍惜 好好爱你 对不起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不起 前期筹备和生产线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这些呢是 封非尼特第一季 代言人的候选 如果确定下来以后 会在后面的 发布会上宣布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满意的 这个是市场部 给的第一选择 知名度高 各方面数据也都不错 就是可能价格有点贵 这个人 身上十七八个代言 看见这张脸 就会让我想到 洗发水护肤霜 汉堡炸鸡 电冰箱 这个代言倒是少 但是上一个代言的是 黄金保暖内衣 跟我们 因非尼特的定位 太不符了 那 你觉得 你心目中 有合适的人权吗 怎么了 昨天不小心撞了一下 怎么没去医院啊 挺红的还 没事 这点小伤 去医院 医生 医生 医生总裁和我 没什么 一个偶像剧 男主叫白姐 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未来两年 影视思缘还可以 目前身上没有代言 那 你还关注娱乐新闻哪 为 尼非尼特寻找代言人 搜集一下资讯 应该的 行吧 那我去找市场部 去了解一下 其实我觉得 这些发展中的新人 价格 未来的发展趋势 应该都差不多 光看数据没什么意义 还是要亲自见一下本人 所以说 你要亲自见 好好好 再见 那个 白景在这附近拍戏 你看要不要去现场 见他一下 也好 去现场看看他的工作状态 也许会更真实 走吧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陆 陆总监 我们下班之后见面吧 行 那一会儿见 你还有事啊 没事 是蔡思雨 嗯 昨天 我们俩正式交往了 萨文 你真的喜欢思雨吗 你在意吗 我知道 你俩关系不错 我 我一开始以为 给你 我就是没想到 你们俩发展这么快 过去和雨江的事情 终于解决了 我要重新开始我的感情 是这样 挺好的 真的 你放心吧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长大了 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插手你的感情了 只不过是因为 你是我小叔叔嘛 思雨是我朋友 我希望你们俩都能快乐 行了 我先去见见那个白姐 高尔凡不在 我送你 你不是要去见思雨吗 没事来得及 走吧 还要把你 cloth 会觉得你太疲倦了 还是认凡不在乱 你按摩 有什么消失